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到按钮 跳出来的警告控制器 就像这样 好像有朋友透过AirDrop想要传照片给我们 我们目前从这个起点开始 比较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目前做到的都是一般的UI Alert Controller的设定 那如果我们要放一张照片进去这个UI Alert Controller的话 其实这张照片也是警告控制器里面的一个选项 我已经在这个专案里面加了一张党名 在这边 党名叫做My Cats的JPG图片 我先把这张照片读入程式码里面 这边 我到程式码这边 UI Image Named it 放入党名 My Cats 这样我就把照片读入到程式码里面 把这张照片呢 沉浸常数 Let Image 里面 好 所以这个image是图片 那刚才说过 照片也是警告控制器里面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在这边加入 UI Alert Action 建立一个选项 那这个选项呢 没有要显示的文字 所以标题这边 我填空字串 像这样 然后其他的设定 就跟之前一样 那我把这个选项 沉浸常数 Let Image Action 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选项 专门要显示图片 所以接下来我设定 这个Image Action 这个选项 Is Enable 设成 False 我设定 这个选项不能被点击 然后设定 Image Action Set Value 第一个参数 是我们读进来的图片 这边我就填Image 那 For Key 这边 我就填Image 这样 这样设定的话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选项 那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选项 加到警告控制器里面 像这样 Add Action 加好之后 请编译跟执行这个程式 现在 按到按钮 跳出了对话框 就有图片出现了 不过 目前图片 没有正确的显示 如果要正确的显示 请回到程式码 在Set Value这边 这边 设定图片的 With Rendering Mode 设定成 Always Original 这样图片就会正确显示了 请试试看 编译跟执行这个程式 像这样 图片就会显示 不过 目前 大家有发现吗 这张图片太大了 所以要进一步 缩放这张图片 我在读入图片之后 先输入一个常数 在这行程式码 读入图片之后 先输入一个常数 Let Max Size 这个常数 我要存的是 在警告控制器里面 可以放了图 可以放最大的尺寸是多少 所以这个是一个CG Size 那宽度呢 那宽度呢 是245 高度呢 是300 这个 这个是警告控制器里面 可以放的图 最大的尺寸 然后 我来加入常数 Let Image Size 然后把我的图片 然后把我的图片 的尺寸 放进去 就是Image Size 这样 不过我等一下会把图片的尺寸 拿来跟最大可以显示的尺寸 做运算 所以我现在上面这边 在读入图片之前 我这边写 Guard 确保有这张图片 不然的话 就Return 不要再执行下去 好 这样 那我把SetValue这边的Image 这个问号删掉 因为现在这个图片 已经不是Option UI Image了 好 有了图片尺寸 跟最大可以显示的图片尺寸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计算出 这个图片到底要缩小成多小 我现在这个下面 加入一个变数 Val Ratio 我来标明它的型别是 CG Float 好 那接下来来做计算 这个图片有可能是直的 也有可能是横的 所以我来判断 如果图片 Image Size的高度 Height 比宽度 Image Size的Wheat 如果高度比宽度大的话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那缩放的时候 就以高度为准 来做缩放 所以Ratio 缩放比例 就等于 Max Size的Height 除以Image Size的Height 那相反 如果宽度比高度大的话 那缩放就以宽度做标准 所以Ratio 缩放的比例 等于Max Size的宽度 Wheat 除以Image Size的Wheat 所以经过计算以后 这个Ratio 就是要缩小的比例 我就可以用这个比例 算出要缩小的尺寸 这边CG Size 那宽度呢 就是Image Size的宽度 点Wheat 乘上Ratio 乘上这个缩放比例 那高度呢 就是Image Size的高度 乘上Ratio 乘上缩放比例 这个 这个就是正确的图片的尺寸 我把这个尺寸 存进常数 Late Scalated Size 好 有了尺寸之后 最后我来呼叫 Resize Image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我在网路上面 拷贝的方法 您可以照着这个 程式码打 我这边停一下 可以照这个程式码打 或是 你可以搜寻 上网搜寻 大家请跟我搜寻 搜寻Resize Image Swift 像这样 这样 这个就是我拷贝的 这个程式码 我来回到 我的程式码这边 好 所以这个方法 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原图 这个Ui Image 第二个是想要放大缩小的尺寸 那这样子呢 它就会回传一个缩放完成的Ui Image 所以回到上面 第一个参数就是Image 那第二个参数 就是ScaleDate Size OK 那这两个 它就会回传给我们 正确尺寸的图片 我就把这个正确尺寸的图片 纯准尺寸的图片 Let ScaleDate Image 好 那最后 那最后 我就来把这个图片 拿来显示 所以把这个Image 改成ScaleDate Image 设定好以后 我来编译跟执行这个程式 按下按钮 这样我们就做出了 在UI Alert Controller上面 显示照片的效果 希望今天的短片 对大家开发iOS程式会有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短片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Facebook粉丝团 每天在那边 我都会分享我新学到的iOS开发技巧 可以进行三期视频